這就好像是我們拿到個世帽巾 我們不會用壓的方式把它的水分壓乾 而是利用旋轉的方式把裡面的水全部都給你出來 先用檸檬壓汁好棒棒 把切塊的檸檬放進去 然後紅色的點點對齊以後 用旋轉的方式來把它壓擠出汁來 這樣子壓我們用到的是手臂開合的力氣 所以其實相對的還滿好蓄力的 那我們一般的榨汁機一樣放進去這樣壓 當然你剩下壓也可以用手臂 但切到後面的時候我們可能會用到手掌的力氣 會有一點點的難濕力 這就好像是我們拿到個世帽巾 我們不會用壓的方式把它的水分壓乾 而是利用旋轉的方式把裡面的水全部都給你出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壓完之後的果肉 裡面是不是還有很多的果汁呢 用檸檬壓汁好棒棒 其實裡面的肉幾乎都懶得掉了 但是用一般的呢 雖然中間的果肉被壓得非常徹底 總有一些壓不到的地方 那個果肉呢可以看到都還有很多的果汁 那第三個呢我們就來試試看 用一般的壓汁機壓完的果肉 拿來我們的好棒棒給大家看看 這樣子一壓 發現到裡面其實還滿多果汁的耶 所以效果呢真是高下的意見 所以檸檬壓汁好棒棒呢對我來說還滿好吃力的 而且壓汁效果也非常的好 今年夏天如果想喝一杯冰涼消暑的果汁的話呢 不如試試看這麼做 就可以看見到現在的油管 一定會給我你吃東西 是不是很熟悉的 那你怎麼有想說